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假上科技這邊 如果你已經好了 你要怎麼把它儲存起來 在上面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這個 你們看到這個這個是磁碟片還是記憶卡 會是磁碟片的跟我同一個年代 會是記憶卡的 是新世代的 好你就把它按下去 然後他就會問你 問你說請問你 你這個專案叫什麼名字對不對 還有一個 你的專案的縮圖你要哪一頁 有沒有 這個你都可以自己選擇 就把按存檔 這樣就OK啦 好 儲存 那存好之後呢 你要拿出去 就要按一下右手邊剛剛那個發布 好你再看一下 我現在好了有沒有一個發布 按下去 按下去之後呢 他會給你一個連結 所以你只要把那個連結給人家就好了 你看我們進來這裡面 進到這邊 來 你如果沒有經過發布的動作 就是沒有公開 那別人就看不到 就等於是私人的 好就等於是私人 那你進到這裡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分享的 你就把這個連結把它按下 有 他有提供兩種的方式 一個呢就是你提供連結 另外一個叫 坎入 各位知道什麼叫坎入 坎入就是你有沒有看過很多 比如說Google地圖 或是 一些社群的內容 就被放在別人的網頁裡面 那叫坎入 所以他這種叫做iFriend的語法 有沒有看到一個iFriend的語法 你就可以用 當然這比較適合就是如果你有自己的網頁 比如說 部落格 或者是YouTube 就是那個 自己建置的網站的時候就可以 如果沒有的 很單純 你就告訴他 這個網址 這樣就好了 然後當然在下面 做一些描述會比較好 對不對 因為這個不是給人看的 給誰看的 給搜尋請看 所以如果你想要做的是 我做好這動畫之後我希望 搜尋請的人會比較快找到 那當然這個地方你就要加進去 這樣對於我們的 Cloud Animator 有沒有 什麼問題 真的簡單嗎 OK 好 那 上半段我們先到這邊 可以喔 那我們就先休息一下 那 我們要休息多久呢 10分鐘 好 在這裡 10分鐘多30秒嗎 好可以了 哈哈哈